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来看到第四章合同法律制度 跟我们之前讲过民营法有两大支柱 一个是物权一个是债权 这些物权就我们第三章讲的物权法律制度 债权其实这里的第四章合同法律制度 所以各位这两章弄懂了基本民营法的基础就打下了 另外我们再说一下整个篇章结构 整个第三章物权第四章合同 都是以我们前面讲的第二章基本民营法律制度为基础的 所以如果你觉得在第三章第四章 有些基础概念是比较模糊 建议你现在可以回头去过一下第二章的内容 这是我们二三四三章的一个关系 好各位先看我们第四章的考情分析 以及相关的内容 各位首先你看这一章分值巨大 大概会考到13分左右 题型既包括选择题也包括案例题 案例题的考察我们反复多次说 它会和第三章结合 出一道物权和合同综合的民法大案例 这大案例第一分值巨大 第二略有难度 好各位这一章总分为十节 你看内容也是蛮多的 第一节合同概述 什么叫合同 合同的特点是什么 第二节合同的定例 即要约和承诺两大环节 第三合同的效力 合同这边也和民事法律行为一样 分为有效的合同 无效的合同 可撤销的合同 效力待定的合同 第四节合同的旅行 第五节合同的保权 比如这里面会讲 关于债权的撤销权和债权的代位权 第六合同的担保 除了在上一章讲过的 抵押 质押 留置 这种物的担保之外 这我们还会单独讲 人的担保 人保 比如说保证 还有金钱的担保 比如说定金 第七节合同的变更与转让 第八节合同的终止 第九节违约责任 第十节有名合同 也叫典型合同 各位这我们第四章的一个基本框架了 好我们先看其中的第一节 合同的概述 首先我们看什么叫合同 它是民事主体之间 设立 变更 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协议 各位概念先不用管 总之要给我感觉 什么感觉 我们生活中处处是合同 各位比如说你看 这边典型的书面合同 合同书 我们合同书 甲方和乙方 甚至还有丙方 丁方等等 然后分别在最后签字改章 这就是比较正式的 各位你看 这边我们放张图片 这个图片描述的场景 其实你非常熟悉 是吗 在菜市场买菜 这里有合同吗 当然有了 比如说买方问 这芹菜多少钱一斤啊 卖方说十块钱一斤 买方说那行 我买五斤 各位你看 这期一个买卖合同就达成了 买卖的标的物就是五斤芹菜 那单价十块钱 总价五斤就是五十块了 所以各位你看 此时虽然没有签书面合同 但是达成口头的合同 各位再比如说 今天我打车来上课 那其实打车这边 我就和这个出途车司机 这边订了一个交通运输合同 是客运合同 他给我提供客运的服务 我是乘客 我接受了服务 然后给他价款 甚至于各位 我们在自动售货机上 我们投入十块钱 买了两罐可乐 这也是个合同啊 买卖合同 再比如说我这人乐善好失 向中国红十字会捐款十万元 各位你看赠予合同啊 再比如说房子你不是买的 你是租的 你看房屋租赁合同啊 所以各位合同关系无处不在 所以这一张 无论从考试角度 还是我们生活便利性角度 各位都特别重要 好 各位合同的概念你不用管 但注意下面 婚姻收养监护 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啊 那么适用该身份关系的法律规定 所以因为牵扯到身份 最优先适用身份方面的直接规定 在没有规定的时候 才退而求其次 参照同性质的合同编的规定 好 简单了解 关于身份性质的 先看有没有直接规定 没有的才参照适用合同编 好 我们往下来看 合同的特征 这么做简单了解 第一 是平等主体间所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他强调主体的平等性 各位这点啊 特别区别于行政关系 各位行政关系我们讲是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 各位比如说今天我开车过来 就说闯红灯 被交警拦下 首先罚分 第二 罚钱 你看 这其实就是行政机关对我的一个处罚 他是管理者 我是被管理者 两者 并不平等啊 再比如说税收法律关系 这边是税务机关 他这边对我征税 我这边交税 均也不是平等的 但各位合同主体一定是平等的 哪怕各位政府和联想公司签了一个电脑的采购合同 各位你看 这此时也是平等的 政府其实就是买方 联想公司就是卖方 所以各位 这里无论主体什么 只要进入合同当中 大家都平等 第二点 合同以发生一定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为目的 哦 要发生的不是行事的 不是行政的 而是民事的 另外合同内容就是权利和义务 各位比如说 今天我和高志强老师签了一个买卖合同 约定 我将这支笔 以10块钱价格 卖给高志强老师 双方达成了合议 您看我们的目的是发生什么 迷失权利义务关系 在这个合同中有怎样的权利和义务呢 我作为卖方 我有权利要求高志强老师给我支付价款 同时我负担交付这支笔的义务 反过来讲 高志强老师作为买方有权利要求我交付这支笔 有义务向我支付价款 这是他的目的 第三 是当事人之间合议的结果 跟我们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 那么合同也是 他要双方达成合议 这支笔 我希望以10块钱每支的价格卖出 高志强老师也同意10块钱每支价格买入 双方达成一致 于是合同就成立了 相反如果不能就他的标的物数量价格达成一致 就不存在合同 第四 合同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 意味着这边不是想说就说随便撤回的 随便撤回的不是 你说的得算合同有约束力 如果不履行人要告你 那法院就会保护守约方来惩罚违约方 比如说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 或要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 所以是有约束力的 好各位 特征知道理解就可以 我们讲概念和特征都很难直接考察的 好 我们继续 看第三 合同的分类 各位这里你标一个重点符号 是有可能进行考察的 第一 我们看当事人双方是否互付对驾义务 好 分为单无合同和双无合同 各位 单无合同就并不是双方互相负担义务的 只有一方有义务 而对方有权力 那此时就要单无合同了 各位比如说赠与合同 我要将我的一辆汽车赠与给高智先生老师 我是赠与方 他是接受赠与方 各位此时我对于赠与方 我有义务 即将这辆车赠与给他 交付给他 没错 而老高作为接受赠与方 并没有对等的义务 所以此时就是单无合同了 第二 双无合同双方互付义务 最典型的买卖合同就是双无合同 我作为卖方 我负担的义务是交付值值比 他作为买方 他的义务是向我支付价款 双方都有义务 大家看区分单无合同双无合同 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后面会讲一个合同履行的抗辩权 包括同时履行抗辩权 好 先履行抗辩权和不安抗辩权 各位 我们讲这些抗辩权 他的前提是 必须是双无合同 才存在双方之间的一个抗辩 如果是单无合同 就不存在我们后面讲的这种抗辩权了 OK 各位 单无合同双无合同 讲完了非常简单 但这里啊 你要注意一点 我们前面讲民事法律行为 我们讲过一个单方民事法律行为和双方民事法律行为 你可不要混了 单方民事法律行为是只需要一个意思表示就能成立的 并不需要两个意思表示达成一致 比如说抛弃动产的所有权 我自己就能决定 不需要别人配合 另外再比如说放弃债权 你看也不需要别人配合免除债务一个道理的 好 那是单方民事法律行为 双方民事法律行为是指它的成立啊 需要两个意思表示达成一致 比如这里赠予合同 各位 从单方双方民事法律行为的角度 赠予合同是个双方民事法律行为 赠的人得同意 接受赠予的人也得愿意接受才可以 你看是一个双方民事法律行为 但这里单物双物指的是是否互付对价义务 这可不是一种分类方式 你不要搞混了 好 来看第二种分类 诺承合同和实践合同 这是根据合同成立要件不同而进行的划分 什么是诺承呢 只要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即成立的合同 各位最典型的买卖合同就是一种诺承合同 比如说我问高志向老师 这是比10块钱卖给你 你买不买 老高说我买啊 你看双方意思表示一致 合同就成立了 不需要别的要件 而实践意味着什么 光嘴上说光嘴上达成一致还不行 还需要怎么样 交付标的物或者其他现实给付行为才能成立 意思表示一致之外 还需要交付标的物 各位最典型的实践合同 比如说保管合同 定金合同 三人之间的借款合同 各位就拿三人之间的借款合同来说 今天老高要从我这里借走50万 我说老高好 我同意借给你50万一年为期 各位 双方在今天是不是意思表示达成一致了 但注意此时合同并没有成立 必须我将这50万交付给高志向老师 这个借款合同才成立 相反第二天老高找我说 安琪昨天在那意思表示一致 你答应借给我50万 来你履行合同吧 我说哪里有什么合同 我钱还没给你的 根本没合同 他说你言而无信 你这个人不应该反悔的 我就告你 要求你承担违约责任 告不着 因为资案人之间借款合同是一个 实践合同 如果不把钱给到他 合同根本没成立 昨天的意思表示 并不能在我们之间产生个合同上的约束力 与这近似的各位 定金合同也是这样子的 如果你去买房或者卖房 这种二手房交易 各位二手房交易 一般会签一个定金合同 买房向二手房的卖房 然后交定金 一般交定金 交2万的 交3万的都有 就问一听 张三李四在今天签订了一个定金合同 约定买房李四需要在五天内向卖房张三交付2万元的定金 注意五天 结果到了第四天 李四不想买这个房子了 卖房给他打电话说 快到五天了 赶紧把定金交给我吧 然后李四说 我不交定金了 卖房中 你不交定金 我这只有你违约责任 他都签完定金合同 白纸黑字签好了 对不起 合同不成立 因为定金合同是一个实践合同 各位记住了吗 诺程合同意思表示一致就可以 而实践合同既需要意思表示一致 还需要交付才能成立 不交付合同根本不存在 好 这是第二个分类 看第三个分类 因为有名合同和无名合同 也称为叫典型合同和非典型合同 各位有名合同 就我们实践中用的比较多 比较有代表性的 类型化的 就是我们民法典有明确规定 有具体规则的就叫有名合同 各位 比如说民法典规定了若干有名合同 买卖合同 赠与合同 运输合同 租赁合同 都是有名合同 无名合同呢 它不太典型 民法典没有单独规定这种类型的合同 也没给它具体的名字 那此时怎么办呢 那无名合同啊 我们参照通则部分 以最为接近的有名合同的规定处理就可以了 各位比如最典型的 我们民法典规定了买卖合同 什么叫买卖合同 卖方卖出标的物 买方支付价款就叫买卖合同 那现在我们讲 比如说以物易物 现在是卖方给对方一个物 买方也给卖方一个物 双方并不是货币化的已经交换 各位此时民法典没有给它具体的名字 那此时就是无名合同 那怎么办 那又看通则的部分 以及最为接近的 各位以物易物和谁最为接近 和买卖合同最为接近 去参照它的规则就可以了 好 各位你看 我们这一章最后一节就是有名合同 给大家讲解这些典型的合同 好 这是第三个分类 各位合同的类型 我们讲完了 往下来看 第四合同的相对性 各位 这点需要大家深刻的理解 各位说到这个相对性 我们不得不想起第三章一个概念 第三章我们讲物 讲物权 还记得物权的特征吗 物权具有绝对性 具有支配性 具有对视性 当时我们讲那个绝对性 支配性 对视性 我们比较的就是合同和债的相对性 对不对 各位 什么叫物权的绝对性 各位 就意味着这个物是我的 我可以排斥一切他人对我这个物权的干涉 我的物权 公式 公信 可以对抗整个世界 这就要绝对性 对抗整个世界 谁都不能侵犯我对该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力 而相反 各位 合同具有相对性 各位 这个合同 我们放一个基本的模型 说刘安琪老师和高志仙老师之间签立一个买卖合同 约定 我将这支笔卖给高志仙老师 OK 合同的双方就是刘安琪老师加高志仙老师 一 合同主要在特定的当事人之间发生权力义务关系 各位 这个买卖合同只在我和老高之间发生特定的权力和义务 而不是在我和整个世界之间发生权力和义务 第二点 当事人只能基于合同 向另一方提出请求或者提起诉讼 各位比如说 我将笔印交付给高志仙了 高志仙没给我付钱 我只能基于合同 去要求老高把钱给我 或者向反正去诉他 要求反正强制执行把钱给到我 而相反 不能向 无合同关系的第三人提出合同上的请求 各位比如说 笔印交给老高了 但老高没付钱 我这样 老高你不付钱 我去找你的同学 找你的其他家人 让他们付钱 各位 对不起 合同并不能将效力研究于老高的同学 或者家人 合同只约属于我和老高 不约属于我们之外的其他主体 第四 说 不能擅自为第三人设定合同上的义务 既然合同只约属我们两人 那比如说我们在某这个合同中这么写了 说 这只笔的钱应该由老高向我支付 如果老高今天没付 则由老高的另外一个好朋友 老王来付这只笔的钱 各位 老王如果没在合同上签字 老王就不是合同主体 那对不起 我们是无权给第三人设定义务 设定付款义务的 写了一百写 对他没有约属力 这有合同相对性的四个方面 好 我们再把相对性具体展开 又分为主体的相对性和内容的相对性 我们好 旧话重提再啰嗦一遍 一 主体相对性 合同关系只能存在于合同当事人之间 就是刚才的例子 我和老高之间 第三人并非合同上的当事人 比如说刚才的合同又写这么句话 刘安琪卖给老高的这支笔 不是现在刘安琪有的 刘安琪需要先从上运的供货商采购 采购完了之后 保障质量合格再转售给老高 其中可能会提到供货商的名字 但是第三人如果没在合同上签字 他也不是当事人 好 第二 内容的相对性 合同的权利义务 只能由合同当事人享有和承担 合同原则上不能为他人设定权利和义务 因为他人并不是合同的当事人 好 这是我们讲的 关于相对性的理解和原则 来看第三点 责任的相对性 各位 责任相对性 这边是有可能性考察的 而且有难度 第一点 违约责任 原则上只能在当事人之间产生 除另有规定或另有约定外 合同关系以外的人 不能向当事人主张违约责任 各位 还是刚才的例子 刘安琪老师将这笔卖给高志仙老师 我的笔交付给买房老高了 但老高没付钱 各位 我这个人对钱看的是比较淡的 但是我的好朋友老张看不下去了 说 安琪老高太对不起你了 你也不想他追究违约责任 我知道你太好面子 我替你去追究老高的违约责任 不可以 你替不着 你也不应该直接去找老高 因为你说合同以外的人 你不能去主张违约责任 另外 当时也不得向第三人要求承担违约责任 各位 这是怎么回事 比如说 我将笔交给老高了 但老高没向我付钱 老高说 安琪我本来应该向你付钱的 我本来计划好这十块钱 先是老王还给我 老王还给我这十块钱 我就把这十块钱给你 但是老王没有及时把钱还给我 所以我就没有给你钱 这样子 你去追究老王的违约责任吧 是因为他的原因导致我没给你钱的 对不起 我也不能去找老王 因为我们讲责任只在我俩之间产生 并不会在我俩之外的第三人之间产生 好 看下面 债务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导致违约的 他说 当时一方因第三人原因造成违约的 应该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 所以各位你看这里就我刚才讲的 老高为什么没给我付钱 他说是因为老王没还他钱 所以各位这就是由第三人老王造成了老高 对我的违约 那么此时各位仍然是老高向刘安琪承担违约责任 而不是老王向刘安琪承担违约责任 各位这个案例并不常见 我们再换一个 比如说 刘安琪老师根据合同约定 应当在3月15号将这笔交付给高志贤老师 3月15号 好 安琪老师驾车 然后把这笔要送给老高 但他路上发生车祸 被老赵给撞了 老赵撞了我 结果这笔崩掉地上给摔坏了 因为导致3月15号无法向老高进行交付 所以各位你看 此时造成我对老高的违约 也是第三人造成的 但此时仍然是由刘安琪向老高承担违约责任 而不是撞我的老赵向老高承担违约责任 所以各位责任的相对性 在这里听起来有点复杂 但特别简单 就是违约责任只局限于合同的双方 并不能延及合同之外的第三人 好 这是责任相对性的原则 各位看例外 我们说原则合同就有相对性 但是以下三种情况会打破这种相对性 第二例外 债的保权 各位后面我们专门有一节讲债的保权 我们这里先赌为宽 债的保权包括两个 第一 债权的代位权 第二 债权的撤销权 我们先看什么叫债权的代位权 各位 这边A是债权人 B是债务人 B欠A一笔钱 比如欠100万到期没还 而这个时候C又欠B100万 且已经到期了 OK 各位 B 待遇向C主张权力 不积极 不主动找C要钱 也不起诉 也不仲裁 此时你会发现 如果B不把钱从C这里要过来 就导致B没钱还给A 损害A的债权 于是乎法律就规定 A这边可以替代B的位置 直接要求C来承担偿还责任 所以各位你看此时 就突破了债的相对性 本来A和B之间有合同 此时它俩之间有相对性 B和C之间有合同 它俩之间就有相对性 但是此时此刻 代位权就意味着 A可以直接找C 突破了A和B之间的相对性 各位 撤销权的原理和它差不多 还有这个例子 B欠A100万没还 在这种背景下 B居然假大方 好 B怎么样 B居然将自己的房屋赠送给C 或者将自己价值100万的设备 以50万不合理的价格卖给C 且C对此明知 那此时你看 B的赠予行为低价处分行为 是不是损害了A的利益 所以A可以向法院起诉 要求法院撤销B对C的赠予 或者低价处分 识别打破了A和B之间的相对性 所以各位 打破相对性的第一个例外 叫债的保全 第二个 买卖不破租赁 好 各位 我们举这个例子 你听一听 说现在刘安琪老师 有套房子 这套房子 租给了高志谦老师 我俩之间存在一个租赁合同 你看是债的关系 说在租赁期间 刘安琪老师将房产 卖给了老王 OK 为了之前有个房屋买卖合同 大家注意 现在根据房屋买卖合同 房屋交付给老王 并且办理了不动产的转移登记 这样老王就获得了房产的所有权 大家注意 此时老王是无权力要求老高搬出该房屋的 因为此时我认为 该房屋上面的租赁合同 仍然是有效的 所以各位你看 我和老高之间这个合同的相对性 是不是此时对这个房产的买方老王 也有约束力 所以此时你看买卖不破租赁 也是债相对性的例外 好 再看第三 分包人与承包人 共同对发包人承担连责任 好 各位 这是我们后面要讲的建设工程合同当中的 一个内容 各位比如说 现在有个建设工程 建设工程 好 发包人 比如说是假房地产公司 假房地产公司 把它发包给谁呢 把它发包给A建设工程公司 A建设工程公司 它承包下来 它要自己把部分的内容 部分的建筑 然后又分包给了B建设工程公司 各位你看 此时债的相对性 假是发包方 它和A承包人之间存在合同关系 具有相对性 好 A又分包给B A和B之间具有债的关系 合同关系 具有相对性 但是我们讲 为了加强对工程制限的管理 如果工程有问题 此时 由A和B 对假承担连责任 A和B视为一体的 所以你看 此时 好 假和A之间的相对性 其实就被打破了 对B也有了间接的约束力 各位 这就我们讲 关于合同相对性的三大例外 各位 我们这第一遍讲 你先简单有个认知 到后面具体讲到的时候 我们再会提到 比如讲这的保全 我说 各位同学 往前回忆 我们前面讲 合同概述的时候说过 合同具有相对性 但这的保全打破了相对性 所以先理解 好